各位大家晚上好 刚刚上班回家 所以现在开始做直播了 看一下 你们这个时间应该是吃饱了吧 所以在这个时间 看一下有多少人在线上 有没有人在等我的直播呢 今天穿的比较有 节日七夕今天穿旗袍去做工 偶尔我会穿旗袍去做工 因为我觉得旗袍毕竟是 毕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服装 看心情看时间 我就会不同的装扮 大家晚上好 这个时间你们应该吃饱的 我才上班回来 这几天又开始投入在工作上 所以很多时候都比较迟回家 现在是在家里 那回来了过后 我就想做一个直播 跟大家聊聊一下 还是回复到以前我的习惯 就是每一天都做一个直播 现在一切都已经回复了 那新的一年也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狗年 对吗 我们现在狗年的第二天了 昨天2月4号是狗年的第一天 今天2月5号 OK我们看一下 但是我们还是在立春的这个节气里面 因为立春到2月19号才正式的结束 所以基本上你放着的鸡蛋 昨天我相信你们都有做立春开运吧 立春开运我们都会有立蛋的这个习惯 所以你放着的这一个鸡蛋 基本上能够占几久呢 很多时候是可以占大概15天左右 所以你放的立的鸡蛋不用急着把它把它放倒或者把它拿走 你可以就放在那个位置你就等吧 在这15天里面 如果气场没有变化 时常没有变化 它还是可以站着的 那如果你在今天昨天没有立到蛋 今天你要立蛋也是可以的 因为立春基本上本身就有15天的时间段在里面 所以在这15天里面都是可以立蛋的 OK大家晚上看到你们在打招呼了 OK今天电话放的很靠近我 所以看你们可以看到很清楚 OK吗 你们在线上看到我够清楚吗 这是我是在家里的餐桌这边 跟大家打招呼 那昨天的立春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 很感谢大家的出席 也很感谢大家的参与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看到了不一样的立春在今年 我看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立春 所以今天的这个直播主要 我也是在分享一下心情 分享一下昨天的立春开运的 这个活动的整个过程吧 那线上的你们有什么想法 或者你们是跟我一起参加开运的 这一些粉丝们 你们po一些你们的想法进来 给我知道一下 OK今天这个时间我是蛮有时间 可能你们可以做一个小时的直播 我们就聊聊一下昨天的这个立春的活动 如果你们在外地的在外地的朋友 其实我有收到很多在外地的信息 包括在英格兰 在英格兰 在印尼 还有好像是好像还有在澳大利亚的这些信息 他们在外国 他们要怎么立春怎么立蛋怎么接天地之气等等 甚至也有在外国的朋友在英国的朋友也有拍了他们现场的照片 当天的早上的阳光是如何 那天的天气是很冷的 那他们要怎么立春等等的那个过程他们也有拍给我看 所以我可以知道我的粉丝有好远好远 有到英国有到澳大利亚有到印尼有到泰国也有台湾也有 所以有蛮多蛮多的粉丝 我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 当我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当然我无法一一的回复你们 因为太多太多信息 我电话里面好多信息 所以我就看了很感动 你给我知道你是从哪里看我的直播 每一次我的直播的时候你给我反应一下 让我觉得很欣慰了 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好 它带给大家很多方面把我们全世界各地的人的信给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个好办好办 那这个立春开运也帮助到其他在外国的朋友 你们同样也是可以做开运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寒冷的国家 比如说你是在英国 那么你的国家里面可能就这个气候很冷嘛 那我要求你们就是踏青 就接天地之气 你要踩地上接地气的时候 在踏青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面对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在英国的这个粉丝就讲 那这里的天气很冷 你要我们在草地上不穿鞋子 五分钟十分钟 基本上是冷死了 因为现在冬天嘛很冷嘛 他们的气候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讲你快速的吧 你快快的踩了草地 赶快就穿回鞋子 那就行了 因为天气的确是很冷 所以蛮多有趣的这些过程 这些粉丝们的分享 所以我会把它整理起来 那么把你们给我的照片 把你们分享的东西 把你们立蛋的那些过程 和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照片 我全部都会放上我的面子书 分享给大家 OK吗 你们同意我把你们的东西放上来吗 如果不同意赶快给我知道 不可以啊 你不可以放我这些照片之类 这样我就我就会注意 但如果你们没有意见的话 当然我就会把这些 你们给我的一些照片 我都放上来 OK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这里的人 感受不到外国的气候 外国的天气 和外国绿春是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分享 大家看到了应该会很开心 这一个活动 这个过程 这个节气 真的很不一样 在今年2018年 9年的第一天 我可以看到大家的核心 尤其是当天的时候 我是在很早的时间 大概早上起来 我其实整个晚上都不会睡 蛮紧张的 因为五点多就进入立春了 我大概是在三点多就起来了 然后准备等着立春的来临 那么那个心情是很不一样 真的是过年的那一天 都没有这样高兴 我告诉你立春大过年了 对我来说 所以立春的这一天早上 我就一大早就准备好了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 那也化好装 换好衣服 全部东西 那我准备就过去了 那刚好东西有一点迟到 所以我在车上 从我家过去到 OK 从我家过去到 我呼吁大家去的那个 我们的大皇宫 就是我们新山 在楼佛州新山 苏丹的皇宫的门口 去接天地之气 然后再接皇气 在皇气的地方 我们接运 接开运 这个是非常非常旺的 所以而且我们有一个 这么好这么好的王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接一点他的运 那么去到 要on the way过去的时候 在车上 我跟助理们就讲 干嘛今天这么设车 我们就想不通 为什么会这么设车 好像设得蛮远的 那一路走去 一段不是很长的路 可是走了好久 因为一直塞车 那又一直听到警察车 警察车的警惕声 然后一直看到交警之类这样子 就一直在怀疑 到底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才知道 原来就是我们这一群 你们这一群人穿着红衣的人 我们要去开运的朋友 粉丝们 还有现场的观众们 我们阻碍了交通 太多太多的车到这个新山海边 Danga Bay那边 所以造成了交通阻塞 那还有一些驾车 经过的驾车人士就看到了 一群穿红衣的人在苏丹的皇宫门口前面 所以可能是出于好奇心 所以很多车都会泛慢速度 去观看 去拍照片 所以导致整个交通是非常贪婪的 所以是非常阻塞的 所以我要去到那个地方 基本上我是塞了蛮久 那我们就在差不多半路上的时候 差不多接近要到的时候 就停车 没有办法啦 我只可以走路下去 所以我走路慢慢的走过去的 那一路上你看到车上的人 都是穿着红衣 一路上你可以看到 那全部都是穿着红衣的 那真的真的真的 昨天是太精彩了 太多人了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去年拼年有这样子 去年我看只有几百人 接近一千人的人数吧 那今年是多出了好多 所以整个感觉 整个气势完全完全不一样 那感觉上好像是要把历春这一天 列入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日子 我多希望历春的这一天 2月4号 在今年过后 在明年开始 就是新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大节日 也是举我们整个新山 新山人一起欢庆的一个大节日 所以这一天的带动 我是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看着它慢慢的人数的增长 到昨天这个状况 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非常感动 那当然开运这东西主要不是要提升我个人的名气 也不是在搞什么穴头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的一个开运方式 我把我的知识 我懂的方法 交给你们 你们自己去开运 所以开运这个东西 从头到尾我都说 没有人能够帮你 你要靠自己 你要自己去接地去的 所以很多人是带着全家大小 都穿着红红的去那边接天地之气 那昨天发生的一件更加更加意想不到的 也是去年我也很希望发生 可是去年没有发生的事情 在今年我就希望可是不敢奢望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很渺茫 不大可能 可是它却发生了 那就是我国的我们柔佛州的苏丹 他就有出来 有经过我们的这个开运的这个地方 有停下来跟现场的现场的观众们挥手 有跟他们拍照 然后这是很好的 因为真正的黄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现场的这一群呢 你们接的是真正的黄契 你们很幸运很幸运 很幸运真的很幸运 我告诉你 这一年的历存的确不一样 那我们能够沾到这一个黄契 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 那 OK 所以在早上八点多的时候 我们柔佛州的苏丹的车就从外面驾进他的皇宫 经过一轮 那多一下子他又再从皇宫里面驾着另外两蓝色的跑车吧 又再驾出来 所以前后两次一进一出 所以可以感觉到那个气场是很平衡 很不一样的 有近有处 你知道吗 所以那气场真的不一样 因为你很多时候我们见苏丹也只是一次罢了 你能够见到两次 那是你的幸运 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可能基本上我还有一点担心 我担心 哎呀这样子的活动是不是阻碍了交通 然后又引起苏丹的大门口进出口 那边引起了一些交通阻塞 阻碍了他的进出口 会不会到时候我们被驱赶 我们被赶走 或者是我们被下令停止整个活动 我蛮担心这一点的 所以我最最担心的就是这一个 因为怕人潮太多而影响了好多 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原生下去 能搞到大家在明年不敢过去了 结果的事情发生了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没想到我们的苏丹 我们的王既然会出公文在他面子书 他自己本身的面子书的page里面 就很表明声明的支持华人的这个历春的这个节日的庆祝 所以他非常支持他甚至没有任何的阻碍 那交通警察在现场只是维持持续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可以被交通警察也一起来帮助我们维持持续 我觉得太好了太棒了 只是我希望明年的话大家不要全部驾车过来 我们他们做GREG做UBER过来 就不会导致在大马路 要parking在大马路边 然后还parking两排啊 所以这是非常少见的现象 所以昨天已经发生了 所以昨天的塞车是从新山海边一直塞到皇后那一边去 所以整条路都是车速非常非常的慢 是非常塞车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的这个活动导致新山大塞车 你是该感到骄傲还是该感到不好意思呢 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不方便 大家的不方便 所以我是有一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 起码我们这个新山搞的这一个活动 由我开始推广了这么多年 今年终于看到成绩 看到大家的认可 看到大家的支持 也看到五王的这个permit 他给了permission 我们去实行的这个地方 在他的地方来接天地之气 然后再顺道接一下房气 涨一涨房气 那在这个活动 当然看到一群很热情很热情的粉丝 尤其是好多好多的粉丝是围着我 那让我村不难里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感动 也非常抱歉 不能够一一的跟你们合照 也没办法每一个都跟你们握手 那明年吧 明年我会早到 明年会做得更好 OK 明年你们还一定要到的 OK 那今天我就看了报纸 就看了好的报纸的报道 OK 我看 真的我们就看了报纸的报道 好 一早我们就要看 到底新闻写些什么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整个活动结束 大概我在我们在十点多十一点 这样子就已经走了 多了一下子 大概十一二点的时候 已经网络上的新闻已经播出来了 所以很快的速度 OK 很快速度就已经播 把新闻稿给播出来了 那今天我是看报纸就看到了 而且它是登在这个全国版 全国版里面 是蛮大型的 我们的整个活动是被认可的 看到吗 看到吗 OK 这里有写 柔两千人踏青山黄气 OK 所以你看整个活动 是不是已经多大的报道 所以这个都是被认可的 我们的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成功 OK 所以这个是南洋三报的报道 所以南洋三报的报道里面 它就有写 历春去还工前 骑开运 大家都在这边开运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罗佛州的苏丹的车架 你看这一群 红红的来开运的朋友们 就好有缘分的 就能够和我们的苏丹 见面 来张一张黄气 这一群朋友告诉你们 非常非常的忙 搞不好要中马票 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幸运 能够参与这一个的活动 是你们的信任 是你们的缘分 能够见到苏丹 也是你们的缘分 所以你们太好了 太好了 OK 那来 我们的黄友跟大家握手 有这些 那再来 大家当然就是 过后就大家都跑去银行 排队进银行 在这个报道里面 当然也有写到我的名字 OK 在这边 他有 mention到 OK 大家看一下 他这里是写 现场由风水师包一帆 带领民众一起踏青 OK 这里都有提到我的名字 OK 我们都要看一下 这里有提到我的名字 OK 这里有画黄黄的 是不是 OK 报章上都有提到我的名字 因为这个活动 的确是我花了好长的时间 一直很努力 很用心良苦的 劝大家 我们一起去开运 帮助自己 嗯 帮助全家人 带全家人一起去开运的一个活动 所以 提到我的名字是应该的吧 都是 都是我在推广 我觉得 这非常非常好 当然不是 嗯 不是说什么啦 但是我觉得被认同 和被接纳 和嗯 被大家爱戴是一件很值得 是一个荣幸来的 我觉得非常荣幸 OK 起码被南洋三包 被爆章算的肯定 这个非常的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除了南洋三包买的几份报纸 OK 中国报 中国报这边也有大版的 中国报也有整份大大版的 OK 中国报这边 看到吗 历春沾黄气 所以你看到多开心的民众 大家一起沾 所以 新山里面一个大节日 能够召集好多好多新山人 好多也是外地过来的人 来这里一起开运 接天地之气 再接黄气 是多棒的事情 OK 在这边好多人 你们看一下整篇大大的报导 那在这份报导里面 就有拍到我的照片 这个就比较明显点 来拍到我和我的助理的照片 那我们在人群中 跟人群们握手 这张照片 看到吗 是不是我 看到吧 清楚的看到吧 OK 在这边 OK 所以这里就有我的照片 所以他也有特别的提到 由风水师包一帆老师 带领民众去接天地之气 所以把我的一个报导放下去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报导的很正面 很多东西都很正确 很多东西都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他都表达出来 OK 中国报的报导 那接下来我就有买了新洲日报 当然新洲日报也有在报导 新洲日报的他登的比较多 他登在全国版 全国版也有登一份 OK 全国版也有登一份 就是 所以你看我们新商的一个活动 可以搞到那么大 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全国版 OK 所以整个活动 他就有登在这边 然后大家立蛋 整个过程 大家 全部穿到红红 还有我们的苏丹的公文 在这边就讲非常同意 非常支持我们华人的立春的 这一个活动 所以他在这边已经很正式的announce了 所以明天我们要再接再历 OK 我们得到皇族的这个苏丹的批准 搞不好明天苏丹会亲自来跟我们一起踏青呢 这很有可能发生了 OK 所以他新洲日报这边登两份 一份是全国版 一份是大楼佛 这边也有 但是好奇怪 他没正式写到 但是我喜欢的是 他拍好的照片 好多民众的comments之类 民众就有说到是 根据风水师的教导 可是 读在读去 觉得好像漏了什么 漏了我的名字 新洲日报就没有把我的名字给写上去 他只是写风水师 他只是一直mention风水师 可是不mention哪一位风水师 我在想是怎么啦 为什么我不写呢 还是 他认为另有奇人呢 所以还是有打广告的嫌疑 还是因为我没有在新洲日报登广告 所以所以会这样子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不把指明到信的写清楚 不把一些正确的资讯给写上去 所以 不厌置评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OK 接下来我就看到 The Star 英文报纸 The Star OK The Star也有灯 你知道你们有来到现场 有上报纸的朋友们 你们红了 到时好多地方都有灯你们 所以这个是 看到吧 The Star的 历存存钱 大家排队去银行 我们这里的银行很多都是爆满的 第二面就开始了 2000个 2000 Tauleys Departors Pray at Johor Palace OK 所以这边也有 The Star也有报导 OK 这是马来文报 马来报我没有看到 英文报我有看到 华文报肯定 一定会报导的 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个历存的这个活动 搞得多有 多有趣啊 多好啊 我们把这历存的活动 那我觉得 历存的活动这里 还有一群人是带着 像日葵风车的 这个我也好喜欢 我还好喜欢 你看着他们 这一群人 带着风车 去到现场 带着风车 去到现场 那风车这里 为什么会带风车呢 好有创意啊 好有创意 我看最佳创意奖要送给他们了 带着风车去现场 就是他们的意思是 啊 向日葵风车啊 向日葵风车啊 代表 一帆风顺 那我的名字叫 爆一帆 所以一帆风顺 这个意识 意义也蛮好的 意义也蛮好的 那这一群人 带着风车的 这一群人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好熟啊 认识的 他们就是我在 昨天去剪彩服装店的 老板娘 还有他的设计师们 应该是哈 就是你们的 Star Life的 员工 还有他的老板 嗯 都是服装店里面的人 OK 所以整体上 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那明年的话 这个活动 我想做一些 可能一些不一样的 可能会在现场 搞一些 其他的活动等等 所以啊 明年我再想一些点子 那明年 我们大家一起 再去开运 再去接天地之气 然后再沾一张黄气 好不好 看一下你们有什么comments 嗯 好多人在一起 其实都有参与着一个活动 好多人 就是我们 Una Vita 是是 就是你们 很熟 我就是说 看到这一群人 拿着风车 多有心啊 这 就是看起来 好熟 好像是Florence 老板娘 还有设计师 还有你们的staff 全部在这边 对不对 就是你们了 怎么这么有idea呢 下次明年我要 帮 奔奖给最有创意奖的人啊 所以我们可以搞一些活动 搞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那么 嗯 在这个立村的开运 其实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很同心 很多人就是一群同事 一群一起做工的朋友 一起过去开运 也有些 最多啦 最多我看到的就是 其实是一家人 那带着家里 家人 一起来开运 接天地之气 还有就是 好多好多 安地粉丝 对我来说 我的安地粉丝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嗯 很好 嗯 很感动 你知道吗 有些是年纪蛮大的 一些安地年纪蛮大的 那就是 刻意挤在人群 人群里面 就是要走到你的面前 跟你握手 感觉上 啊 就 很感动 通常我看到年纪比较大的 我都会说 啊 当然我们打招呼 就是新年快乐 历春快乐 等等那年纪大的 我会讲啊 身体健康 嗯 我希望老人家都是 身体健康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对我来说 因为啊 嗯 我比较喜欢老人家 我也比较尊重老人家 我觉得老人家 senior citizen 嘛 你人生经验很多 你也活了很多 你也为社会 为家庭 为很多东西 付出很多了 到了已经步入了 年老50 接近60 甚至70岁 过后 嗯 你要好好享受你的生活 你觉得什么东西带给你希望 你觉得想做什么东西去做 如果一个老人家 他觉得他很想见我 他的愿望是想见我 想跟我握手 我一定会排除万难跟你握手的 因为我觉得 那个是一个老人家的心愿嘛 我会对老人家比较心痛的 我比较 我比较心痛老人家 我对老人家比较心痛 也比较关心 还有小朋友 小孩子 我也会比较特 刻意的 比较注意一点 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 或者是 嗯 年轻的 我会觉得 哎 你们还有大把时间 就 不会花那么多 什么去照顾 我会比较关心一下老人 还关心一下小孩 因为觉得小孩是未来的希望 所以小孩的 嗯 比如说 算八字啊 换风水啊 什么之类 我会比较注重于小孩 未来的成长 还有他的 我会刻意 仔细的看一下 那老年人呢 通常我就会比较关心一下 接下来的路 接下来的健康 那最主要就是 我希望所有的老人 都能够过得好 都能够过得开心 那已经为 为家庭 为社会 为国家付出很多东西了 接下来的日子 要为自己过 要过得开心 要想一下自己 还有什么愿望要做的 有什么事情想实行的 去做掉他 OK 那这是我一下来的原则 对老人 我会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的 OK 那么 整个过程 好多人都会过来跟我握手 拍照等等 当然 没办法 每一个我都跟你们握手 但是我都尽量 OK 那在 他们跟我握手和 触摸我的手的时候 可能就抱着 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啊 什么感想啊 我会觉得 大家都很有诚意 因为我们握手 我们可以感觉到 一个人的诚意 如果一个人的握手 只是轻轻的这样子摸一下 这样子那个感觉啦 或没有处理这样子的 那其实这个人的诚意 没有不好的 所以跟人家握手 我们 我们可以感受到耶 我很敏感的 我这个人很敏感 我对很多东西都很 观察的很细微 我很 我们就讲是 观微吧 所以对东西都会很 很仔细 很认真 就算握个手 我也会很认真去握 我也会去感受 我会去feel一下 我也会去feel一下 你是真诚的 诚意的 还是没有的 所以在握手的时候 我都会比较大力的 去感受一下 那看一下 对方给我的感觉 是怎样 所以 但是昨天的人潮 实在是太多了 你都来不及 握好一个 又下一个 大家总是摸摸我 张张我的 张张我的 这个喜气 还是什么吧 所以 在他们的 想法里面 可能就是 大家能够握到手 就是幸运的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 我觉得 我能够握到手 你的手 我也觉得很幸运 所以 大家都带着喜悦的心情 你可以感觉到 满满的正能量 来到现场的朋友 我们都有满满的正能量 走在一起 我们能够握到手 我们能够看到鼻子 我们能够打招呼 我能够祝福你 你能够也祝福我 大家能够互相问候 全部都是缘分来的 所以我希望 这个缘分 我们能够 缘细到明年 我们缘细到每一年 每一年在历程 我们都能够 互相的 互相的 祝福大家 所以 非常开心的一个日子 你们觉得呢 也写一些 你们的感想 感言出来 所以 一个大型的活动 一个重要的日子 过去了 我有觉得 我有任务 有必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活动 事后的 这个感觉 也希望大家 分享你们的感觉 给我 泼你们的照片 私下 私讯我 你们立蛋的过程 私讯我 你们一家人的 开心的那些照片 我把它全部收集了 明天我把它放在 Facebook上面 给大家感染一下 你们满满的正能量 然后再加上 我正能量的加持 然后再加上 我们黄 我们苏丹 我们的黄的加持 所以整个历春是不一样的 这么多年以来的历春 你是不是觉得 今天的历春 特别特别不一样呢 我是这样子觉得 OK 那么在一年 我们都希望 一年比一年好 就像我做这个历春的活动 一年比一年多人 一年比一年多支持者 从三次三次做的时候 也没什么人 后来慢慢多了 后来慢慢多 后来越来越多的 Followers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活动是被 民众是被 大家认可的 甚至我也知道 很多从基隆坡 从马六角下来 还有中国朋友 也来这个活动里面 沾一沾黄气 沾一沾这个 正能量 所以整个 整个黄公寺周围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感受到 大家充满着正能量 OK 这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 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的日子 也对大家来说 是非常好 非常棒的一个日子来的 所以在历春的这一天 我相信你们 大家都很开心的度过 所以接下来 在新的一年里面 你们一定要 更加努力 然后时刻 充满正能量 时刻都想起 历春这一天 大家一起开心的度过 的这一个过程 你们就会满满正能量 那如果你慢慢当弯了 便请翻回我的直播 翻回我的面子书里面 就整个过程 我拍下来了 那我又请 我又请摄影师 去特别去 做成一个video 到时候 我会放在线上 给你们去看 给你们去分享 看看你们有没有出现在 我的video里面 OK 一直顾着讲话 没有跟你们互动 OK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comments OK我出水痘 还有几颗吧 还有几颗 几颗八应还在这边 还没有好玩 但是昨天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管 我是否出水痘 已经忽略掉我出水痘的 这个还是大家 就一直摸我的手 OK 其实没关系啦 反正一生中要出 就趁这个时候 感染一下 出了水痘就算了 没问题的 出水痘不会辛苦啦 就发烧一两天 然后过后就没事了 OK 然后多喝水就行了 OK我们看一下 OK很多人说今年是第一年参加 我相信很多人今年是第一年参加 因为去年没有这样多人 去年的人数少很多 少很多 所以今年是很不一样 所以今年的人是 人潮是多到多到多到想象不到的 OK最重要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塞车的那个程度 也是我们没有预测在里面的事情 OK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的塞车 OK OK 有人说以前错过我的直播的也全部看完了 谢谢你的支持 OK 我的直播基本上我都是在传达正能量 我叫我称这个直播叫包一盘的生活日记 为什么叫生活日记呢 因为我希望每一天都做直播 每一天的直播就像我的人生的日记 那在直播里面我可能都会跟大家分享我在整天的那个心情 整天可能遇到的事情 所以我想给大家知道风水是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也跟你们一样 我们也有喜怒哀乐 我们也有悲欢离合 我们也有遇到很多事情 所以每一天我的情绪 我也会在我的直播里面 很自然的流露出来 给大家知道一下 甚至可能我也有很悲伤的事情 就算前阵子这样 也发生了一些悲伤的事情 那给你们知道 人生总是要遇到悲伤的事情 有其有弱 在你遇到弱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处理 就像你看到我遇到很打击 我遇到一些我自己也很难过的事情 那我怎么处理 我怎么度过这一个难关 然后过后多久里面 多久过后我就收拾好心情 我们再往前走 我们的人的眼睛伸在前面 就是一直要你看前面 不要一直往后看 过去的事情我们慢慢放下 走出悲伤 走出低潮期 然后再往前走 这就是我在提倡给大家的正能量 当然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 每天都是能量满满 每天都是走好运 每天都很开心 这不大可能的 人生一定会有遇到事情的 只是在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如何处理这一个事情 如何度过 如何爬起来 如何再重新出发 这就是我一直在提倡的 所以不要被你遇到的问题给打倒 不要被现在整个环境 整个局势 讲行情不好 怕没工作给打倒 你一定要往前走 你要充满正能量 你要知道你有整个家要顾 你有家人 你还有很多爱你的朋友在旁边 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好好的向前走 不大 人难免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情绪低落 或者是一些负面想法很重的时候 你就要看我的直播了 所以慢慢的去把这些东西失调回来 如果真的还是不行的话 跟我联络 来我的水晶能量产 感染一下真正的正能量 然后帮助自己再提升这一个能量 全部提升回来 这就是我又设计了这一个水晶能量产真正的目的 所以其实从头到尾 从我做直播 到我教风水 到我做水晶 主要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帮助大家提升正能量 从我开始第一次做风水讲坛的时候 然后我的开场白都是这是一个正能量的平台 所以因为对我来说正能量太重要的 所以分享知识的一个平台 然后提升正能量 去开发自己的一个潜能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一直一直有着顶层着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做的每样东西都是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教育大家提升自己的能量 往正面思考 OK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我觉得这是做善事的一种 另外一种方式的慈善 那你们觉得呢 OK 跟了我的直播这么久 我看也做了接近100个直播了吧 今天好像要做到第98个还是99个直播 所以做了好多个直播 所以跟了这么多集 我相信大家也大概了解我的性格 我的为人 那我说想带动出来的兴趣 所以大家慢慢去适应 然后跟着我的直播 我们一起成长 一年接一年 我看我能够做多久 就做多久 然后你也看着我 每一天的变化 那也让我知道你们每一天的动态 所以每一次的直播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互动 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看法放进去 你别以为我没有看 我告诉你 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 或者得空的时候 我会把所有的comments 读完它都会慢慢翻 慢慢看 然后当我看到有趣的 或者我觉得 这个人需要帮助 或者这个有什么问题的 我会私下PM你的 我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会私下consult你的 我会付出很多这样子的时间 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们别担心 把你们的想法 把你们的看法 post上去 有读没读的时候 我不能保证每个我都有读 但是我会尽量读 我会尽量在我有时间的时候 慢慢翻回去 可能那是在比较久以后 因为我每天都很多东西做 可是有些时段 我也是得空的 得空的时候 我就会翻Facebook 去看回这些comments 然后看一下什么我能够帮助你们的 OK OK 今天讲好多东西 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 其实就是 星期四要教大家 那个接材生的方式 这一个传统的接材生方式 也是帮助你增加信心的一个方式 这个很好 这个星期四的这个直播 可是本来是在昨天要做的了 但昨天实在是超累的 我告诉你三个活动 到晚上的时候 已经我知道不行啊 太累了 等下乱乱讲话就不少 通常不清醒 所以我不是铁人 我也是要休息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接材生的 这个直播改成去 改成去星期四晚上 所以星期四晚上 你们一定要留在线上 看我这个比较正式的 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接材生的方式 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分享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学到 我讲的内容的里面真正的含义 其实不是接材生的那整个过程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而很多人忽略掉的那个方法 我会在里面教你们 OK 所以你们一定要留守在线上看 OK 今天讲好的话 看一下时间 很迟了 明天还要做工 可能明天还有小朋友要读书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不要讲的太久 不要拖 拿大家太长的时间 而且我还没有冲凉 我才放工 才回来 今天穿着旗袍 好久没穿旗袍了 过年要到了 我又开始要穿着旗袍出门了 所以这几天都会尽量穿旗袍 希望大家看到我都是充满喜气 充满过年气氛的包衣法 好的 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了 OK 祝大家历春快乐 祝大家新的一年快乐 祝大家狗年快乐 希望在这一年里面 大家都能够旺旺时刻保持正能量 OK 好的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在线上再见 拜拜